我这边的问题其实也是对您的成长背景有非常大的好奇心 我相信我也碰过非常多自学 或者他的所谓IQ聪明分数非常高的 我觉得我另外看到一点就是 您的这个高EQ就是我看到非常多次的质疑 你都不会去针对这些质疑有什么 就是动怒或情绪上的起伏 甚至都会把最后的所有的问题回归到议题的中心 那我就很想知道就怎么造就你会有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或甚至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去达到这样子的成果 是很好的问题 我的兴趣其实就是所谓的拥抱小白 小白就是网路上面比较白目的这些朋友 就是比较碰人生攻击 讲一些酸言酸语 PH值低过零等等的这些朋友 各位是做食品的 PH值是可以低过零 所以其实我日常的兴趣就是去看这些讨论 然后去跟他们互动 所以我可以说是看到几乎任何字眼 我都是抱持着一种欣赏的 原来中文还可以这样用的这种态度 这也是个梗 这蛮好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之前在苹果做了六年的Siri 那Siri就是任何人就是对他有任何攻击啊什么 他都必须要很幽默的 他必须要一笑置之哦 那所以我们在做Siri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做的是Siri的多国语言嘛 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子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 那种就是人生攻击啊 这个或者想要就是让Siri有反应啊等等啊 那所以我们也要确保说不能教坏小孩 因为很多小孩他一开始对话是跟Siri在做对话 来学习那个就是语言的情境嘛 所以我们要让Siri是一个又有成熟又有幽默感等等的这样子一个人格 因为这样的关系还找了很多诗人啊 剧作家来Siri的那个小组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让我有个感觉 就是说所有这些情绪性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语料 就是语言的材料 那我学会之后 我就对这个语言可以怎么应用 在诗学上面可以怎么样子应用 就多了一层了解 那因为把它当作研究的材料 所以就不会对那个研究的材料动怒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 就是你在看任何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批评等等的时候 试着去想一想 所以在这里面 因为他会花那么多时间来 就表示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嘛 所以也许他觉得重要的那一两个字 那一两个小部分 或许还是值得很认真的去回应 那其他的部分就把它当作发育词啊 或者把它当作类似就是装饰品啊 等等的这样子的做法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比较不会去被那个情绪所牵动